是不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去处理 党内的叙律问题 是你赖心得就必须要做的事 而不是评估实力 以后做选择性的处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张有话 其实我已经不想谈信账案 为什么不想谈 因为已经延烧了将近一个礼拜 这个一个礼拜我们看到民进党 在处理信账案的时候 他不会针对当事人讲的 进行全面的查核 只是一再讲给民进党一个机会 台湾的民众给民进党多少机会 你不能信账案出来 况且这个不是国民党爆料 民众党爆料或者其他人爆料 都是你的党工 况且是你党内的发言人 都曾经遭受过这一种 性骚的程度 还劝他以大局为重 这是你民进党自己内部爆的料 那现在为什么一爆以后不可收拾 四个原因 第一个被点名的当事人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们说还要聘请律师 针对 报告不实 他要要跟你打官司 但是他先前他承认 那别人评论 他说你不能伤害我的家人 以伤害家人为名义 说要提告 这个换句话说 你有悔过的意思吗 你被指明的当事人 什么灰哥了 还有一些了 那你们能不能谦虚一点 就说我做了这些事情 我认错 我愿意向当事人道歉 除了道歉以外 我主动提出我赔偿的要求 结果你是不知道 民进党怎么处理 你是不知道 鼓励透过司法程序解决 司法程序一解决 就是两年以后 那让当事人受恶毒伤害 这个就是民进党干的魂事 那第二个谁在包皮 不但包皮还职场霸凌 在工作场合霸凌 还不准你上报 不准你越局报告 那请问这一些人 当时都是信誓旦旦的 说我们要维护党的权利 所以我曾经告诉 民进党一个好朋友 我们已经将近40年的交集 我说你何不学学共产党 抓住贪官 抓住污吏 你马上公布 把他政治生命终结 对不对 我说你民进党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 你就不容共产党积极果断 我说你还一大堆人帮当事者讲话 就是加害者 帮加害者讲话 有人讲 他为民进党尽心尽力 他奉献的什么 那个是公 我们现在跟你谈过 你不要给我说公布相抵 这个就是民进党他处理的态度 那第三个 现在他提名的 有很多人都是引力报告 或者本身也有信骚的记录 引力报告者如 林肥凡 姓骚子 名字我就不讲了 太多了 这个时候你赖清德 你严查姓骚案 你严查姓骚案到了最后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中间包庇压案 然后劝他们雇从大局的 现在通通都要选了 你敢不提名他们吗 你能不能够不提名 况且这些人都在监困选区 那换句话说 你赖清德所谓的清廉标准 那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 这个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第四个民进党最懂得断尾求生 只要发生事 我就把当事者停职 或者让他辞职 像包含许家田这样 就是让他辞职 好像辞职以后事情那就过 这个就跟蔡英文处理实验案的 相关当事人只要辞职 就当做事实不存在 事后我再给你升官 这个就是民进党干的 请问民进党有没有道德廉耻的下限 今天讲的不好听 如果那你叫我讲民进党的性骚案也好 性侵案也好 坦白说 还有绯闻也好 我告诉各位 那我可以讲个十天十夜 况且每一则都是有名有姓 因为从民进党创党到现在 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好了 那你说傅昆席也有 当然你可以去指责别人 但是我就必须我要告诉民进党 你一直讲你是高道德标准 好了 现在发生这些事 林飞凡呢 还有其他人都要选的人 都跟某些 匪文事件都有关的 请问你要不要提名 按照你的道德尺度 民进党是没有道德尺度 他只有实力原则 看你选得上他就提名你 这个就是民进党 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谈一件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府院党 你看他们对于资政的包庇 对于高级党工的包庇 然后甚至于对于被害人的冷漠 我们已经把答案都告诉了各位 就是说这件事情 民进党是以拖待变 是拖到新闻界没有兴趣的 以后就传过水无痕的让他过去 那事实上我可以用三个指标 第一个曾经有包庇的 你要不要让他离职 或者开除党籍 只要让你做这个动作 那我相信你是完真的 那第二个 有实力的 现在要准备代表民进党参选 是有这种记录的 你要不要提名 你耐心的要不要提名 这个不关蔡英文的事 坦白说不关蔡英文跟陈县仁的事 是你赖清德的事 为什么提名权在你党主席手上 你要不要 林飞帆他们通通不准选 或者你回家给我闭门思过 这个是第二个 就是太阳花的战神 因为他还有实力 所以你要考虑很久 那第三个 现在还有些高级党工 他还在民进党内 那这一些人 这些牛鬼蛇神 你要不要一个一个把他们给清出去 不能够说 这个人没有报 我就留任他 那个人报了 那我要请他走 是不是用高道德的标准 去处理党内的具体问题 是你赖清德就必须要做的事 而不是评估实力 以后做选择性的处理 我想赖清德如果做选择性的处理的话 赖神会打脸赖主席 因为毕竟你赖清德 你也不是一个高标者 很多事情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他还是说 以实力原则为处理方式的话 我劝民进党 这些受害者 对赖清德不必期望那么高 对赖神会打脸赖主席 请不吝点赖主席 请不吝点赖主席